Stelantis will suspend production at its Russian plant In a Tuesday statement, the company blamed logistical difficulties and sanctions imposed on Moscow 拥有包含马沙拉蒂等14个品牌 Stelantis集团最近也难逃战火核制裁波及 不仅本月1号暂停与俄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现前往欧洲 位于莫斯科南部的货车制造厂也在19号宣布停工 尽管受战火波及 执行长也依旧看好美国市场 日前更预估北美高利润区的销售额将成长3% 然而执行长的天价年薪竟成为法国总统选战的热门话题 执行长Terevas光是去年薪水就高达1900万欧元 至少新台币6亿元 对于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言论Stelantis表示 将在2022年的薪酬报告中解释执行长的薪酬方案是如何决定的 由于法国最近陷入经济紧缩 汽车大厂执行长的天价薪资意外成为法国选战的热门话题 三里新闻 里里看报道